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這次要測試大家很期待的 鋒利附魔 究竟鋒利100的鑽石劍 能不能一刀砍死終界龍呢 我們就來實測看看吧 好的那這邊我還是到了 終界來討伐真正的終界龍 我們來找一下 我們現在出來了 OK終界龍我們直接飛過去砍他吧 來看一下我們攻擊傷害到底有多高 來囉 這邊呢我特別裝模組可以顯示血量跟傷害 所以呢我們造成傷害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那我們就來 就來砍你 過來唷 欸 飛太快了 我是不是應該把旁邊的那個都打掉啊 好的這邊終界龍停在中間了 我們來試著砍他一刀 啪唧 啪唧 傷害多少 OK我們這邊再砍一刀試試看 啪唧 血量呢 16滴 15滴 傷害怎麼這麼少 意外的很少欸 看來終界龍的法律似乎挺高的 我們這把刀的敘述呢大概是 加57.5的攻擊傷害 欸 只有鋒利100是沒有辦法 一擊斬殺終界龍的喔 我們來試砍一下安德 安德血大概是40滴 OK我們傷害大概就是57啦 就是如果沒有防禦力的話 57砍下去沒有問題 但是終界龍的皮 果然非常的厚啊 這邊再試著跳砍一次 跳砍一次 16滴 就是這麼高的傷害 OK解決了傷害測試 打終界龍大概就只有16滴的傷害 那我們這邊同場加硬來試一下 另外的BOSS就是 凋零王 好 來試試看 凋零的防禦力是不是會比較高呢 來看一下喔 零人血量大概也是300嘛 那 我們來試砍看看 好 終界龍的血量其實好像 150對不對 欸 喔 他跑去打安德了 不好意思這邊安德有點多喔 他 會很開心的炸各種安德 好 這邊我就趁亂給他一刀吧 會 55滴 喔 對凋零怪的 其實是沒有防禦力的56滴 差不多跟我們敘述的傷害是一樣的 喔 50幾對 所以凋零其實 不一定比較難打 雖然他血量比較多 但是他的沒有防禦力 然後終界龍的話就是防禦力比較高這樣子 會不會被安德給揍死 OK我們把他 接G 欸他是不是被安德揍死啊 他好像被安德打死了 好慘喔 好的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鋒利100的鑽石劍的測試啦 有沒有超乎你的想像呢 沒想到傷害我覺得 其實只有50幾機欸 好 終界龍我們還要砍個十幾刀才砍得死 所以有點意外 我以為一刀能夠解決所有的任何生物 結果鋒利100是不夠的啊 好的那這次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囉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個喜歡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其他的附魔 然後來做不同的事情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建議給我喔 那麼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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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 啦 還有一些期待